话说韶州刺史为巨 向惠能请教 一个人的命运能不能逃得了 躲得掉 惠能告诉他 当然能 向由新生命由己造 祸福无门 为人自招 无心明心 若求必得 大师 孟子提过 求起来能够得到的 必须是自己做得到的事情 道德仁义能够立行自求 功名富贵 需待他人的赏识 如何能求得到 威士君 孟子的话并没有错 是你未能深入去了解 一切福田 不离方寸 从心而逆 感无不通 人只要能从内心自求 立行仁义道德 自然就会赢得他人的敬重 而引来身外的功名富贵 慧能解释的非常精妙 他引导人往内看 去寻找隐藏在个人内在的潜力 而不是导向不可知的外力 是向内完成 不是向外获得 内随愿 外随缘 才能自在随愿 这正是佛法的特征 人们常说命中注定 可这个操纵命运的主宰是谁呢 是自己呀 人虽然是命运的主人翁 却常常被命运所戏弄 因为他走不出被命所运的阴霾 自古来人都说命中注定 都以为命有定数不可更 长日里 东奔西走 去算命 你茫茫茫 求神问不测机行 岂不知命运都是自 mask亚能自画 录方自 自己造成 命运取决于行为和行性 靠旁人被测算怎能说情 只会认何德因缘不知尽 不知悔少德行越勇越穷 命运取决就应该勇于着冥 做一个贤大人走出迷宫 作为一个平常人 我们都有那颗胡思乱想的意识心 既然有这一刻也不停的往心在 那就要被阴阳气数所束缚 就要有数 虽然说数一定有 但也只有平常人才能被数所束缚住 极善的人和极恶的人 数都拘他不住 因为极善的人 尽管他命理注定要吃苦 可他做了大善事 这大善事的力量 能使他的苦变成乐 贫贱短命变成富贵长寿 相反的 一个极恶的人 他本来命理注定要享福 可是他做了极大的恶事 这大恶事的力量 就会使他福变成祸 富贵长寿 变成贫贱短命 过去有个传统的古词小段 叫罗承算卦 有些民间老义人经常演唱 那上面说的是 大唐无敌将军罗承 曾经让善推会算的徐茂公 给他测过命运 徐茂公算他少年得志 名扬天下 享受富贵荣华 寿命到73岁 罗承一听样量算得准 很高兴 把徐茂公给他下的段语 一一记在心里 后来罗承23岁那年 在长安城的大街上 他遇着一位老先生 摆摊算卦 这老先生先锋道鼓 气质不俗 罗承觉得挺上眼 尤其老先生的口气 也特别大 说他大算一卦五十两 小算一卦十两零三钱 要有一卦算不对 分文不取 倒找钱 罗承觉得挺新鲜 抱上自己的生辰八字 让老先生给他算算命运 老先生给他一算 从小到大 样样都对 罗承心里非常佩服 最后让老先生 给他算算寿命 老先生说 我不能给你算寿命 因为寿命是活的 有机有损 我算得好还可以 万一算不好 我怕你翻脸 罗承说您放心 只要您实言相告 我绝不翻脸 经罗承再三请求 老先生才给他算 算完了告诉他 说罗承的寿命是二十三岁 罗承当时急了 能不急吗 他眼下就二十三岁了 那罗承是何须人也 十四岁夜打登州 枪条十八国 扬州多状元 本是大着呢 号称无敌大将军 当年连靠山王老杨林听到他的名字都害怕得不得了 缝罗不战 缝罗不斗 罗承甩甩杆子 杨林兵退四十里 罗承跺跺 杨林拉西六个月 在随末堂出 群雄争霸 猛将辈出的时候 论武艺比力量 罗承是天下第七条好汉 这就是说 各顶各的交锋 天下只有六个人能胜了他 这六个人是第一条好汉李元坝 第二条好汉宇文成都 第三条好汉裴元庆 第四条好汉熊阔海 第五条好汉武云照 第六条好汉武天兮 但这六个人都已经死去了 现在就连能跟罗承挂上茬的 第八条好汉杨林 第九条好汉新闻李 第十条好汉上师徒 都已经不在人世 所以今日的罗承 那可真是名副七十的无敌大将军 您想啊 他能在乎谁呀 一般来说 凡是人才都很傲慢 都有脾气 不好驾驭 更何况是罗承这样的人才呢 那能没脾气吗 他一听老先生说 他马上到寿了 历时火起 苍朗一声 拔愁宝剑 罗托成他一怒 把宝剑 摇牙切齿 两眼瞪远 宝剑一挥 寒光闪闪 喊知 比老先生 眼后见 徐军师早已给我算 他算我阳寿 七十三 你竟敢胡言 讲我偏 咒我短寿 不过今年 你睁大狗眼 看一看 俺无敌将军 不可瞒 你为何说我 寿命多寒 马上把缘由 说一番 倘若你说错 一点点 我叫你 剪瞎 上黄泉 老先生的胆挺大 面对罗承的宝剑 他一点没害怕 不慌不忙 把事情的真相 对罗承讲了出来 说你原本是 七十三岁的寿命 可是 因为你做了恶事 损受了 你当初 做响马的时候 伤了许多的人命 胡金蝉 王金额二位小姐 对你一片痴情 可是你却害死了他们 当今圣上 对你恩宠有加 你却目无君王 暗睡龙床 犯下了欺君之罪 你的表兄秦淑宝 与你传枪递检 你暗中藏奸 留下你罗家 回马腔的绝技 没有交给他 你与善雄信 乃是结拜的兄弟 你不念结拜之情 回马腔 调死善雄信 让瓦刚寨的众位弟兄 如此的寒心 这五样大恶事 损去你的阳寿五十年 所以你只剩下二十三岁 你死还不在本地死 你得死到北国 被乱箭射死 罗长一听 傻眼了 老先生说的话 那是事实啊 一点都没冤枉他 他都做过 此时啊 他那怒气傲气全没了 剩下的只是追悔莫及 他当即就给老先生跪下了 求老先生给他添寿 老先生哪有那本事啊 不过这老先生挺有招 他往罗成的身后一指 说你看 那边来那个人能给你添寿 罗成信以为真 急忙回头往身后瞅 这老先生借机赶快就溜走了 罗成看了半天没有人 转脸再一看 老先生没影了 地上留下一张字条 上写着 他是徐茂公的师父 罗成一看目瞪口呆呀 怪不得他的挂技如此精深 那徐茂公的挂技就够高了 他的师父那就更厉害了 后来塞北刘黑榻造反范边 罗成奉命出征 建成和袁吉想暗害他 不给他开城门 让他人困马伐去征战 致使罗成中了埋伏 被敌人乱箭射死 死得非常惨 这就是作恶事 把长寿变为短寿的例子 大唐有位八卦大家李春风 大家听过这个名字吧 那可是为义学高手挂技非常精湛 一般人断挂只从挂像上来判断 可是李春风能透过挂像深究七里 他能凭着义理来断挂 这一点很难哪 有一次皇上把朝中的预测高手 都请到护城河边的城楼上 命人把黑红两匹马赶入河中 问他们说你们测一测 哪匹马先上来 大家根据皇上问挂的时间 起得了梨挂 梨挂就是梨为火 火是红色 所以大家一致说红马先上 唯独李春风 他说黑马先上 果然黑马先上了 众人问李春风 为什么是这么断法 李春风说火未燃 烟先发 烟是黑色 所以黑马先上 您想想 就挂技这么精湛的一位高手 也有算不准的时候 不是他算不准 是人家改变了命运 他曾经给一个出家的小沙迷 测过挂 说那小沙迷只有半个月的寿命 半个月以后 他就会暴病而亡 他把小沙迷短瘦的情况 告诉给小沙迷的师父 老和尚也早就观察出 小沙迷有短瘦的迹象 一听李春风这么一说 老和尚就担忧了 万一这小沙迷死在寺院当中 他的父母必然悲伤过度 而毁谤佛法 社会大众也会误解 还出家呢 好好的孩子愣死在寺院里了 老和尚慈悲 不想让社会大众误解佛法 毁谤佛法而造孽 他就想让小沙迷回家 也是希望小沙迷在最后的时间里 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能和家人团聚 他告诉小沙迷 说你回家待半个月 在父母面前尽孝半个月之后 你再回来 小沙迷信以为真 离开寺院 奔家中走去 走到半路上 遇见了瓢泼大雨 一群蚂蚁被冲坏了巢穴 命在垂危 小沙迷动了侧眼之心 冒雨八土迭霸 救了许多蚂蚁的命 这小沙迷这一念真诚之善 积下了阴德 变短寿为长寿 活了七十多岁 李春风因此而醒悟 同时他也对佛法产生了极大的恭敬心 因为佛法讲究的是住行无常 也就是说 什么东西都在发展 都在运动 都在变化 人的命运也天天都在变 你怎么能够预言它 怎么能够以一种定式的语言 来给它下结论 那只能代表你胆大 这就是做好事 变短寿为长寿的例子 古书上记载 有个叫王佑的人 年纪轻轻就得了一种无法医治的怪病 所有的大夫都说他不久于人世 王佑非常的沮丧 有一次他遇见一个过路的老者 告诉他说你敬老得老 那意思是说你尊敬所有的老人 你到晚年也有人尊敬你 王佑听后深信不疑 就准备了一个拜店 放到自家门前 凡是有经过的老人 他都先跪拜磕头后问安 然后又送上热水 又给老人家指点路途 长此以往 他的善事坐下来 怪病好了 身体健康了 还娶妻生子 儿孙满堂 活了九十多岁 高寿而终 告诉大家 不光这命运能改变 就连人的相貌美丑都能变 我说这个变 可不是到美容院去手术 去整容 那是破坏大自然 那去皱龙鼻割眼皮 弄得自己都不认识自己 那没意思 我说这个变呢 是改变心态 有许多古人通过自己的善行 转眉浮相为有浮相 转短寿相为长寿相 现在有一些承传古圣先贤教育的老师们 也把自己的相貌变化的特别明显 因为他以古圣先贤为榜样 净化心灵提升道德 使自己的相貌越变越庄严 越变越好看 越慈善 所以说真正惠美懂美的人 不用上美容院 美化自己的心灵就好了 因为相由心生 不信您看看 您周围一定有这样的人 他原本长得挺好看 可是后来 由于生活的艰辛 情绪的恶化 他的相貌就变丑了 让人越看越不舒服 这叫新时日影响相貌啊 女同胞们 你们要想漂亮年轻 千万别发脾气 要懂得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要感激伤害你的人 因为他磨练了你的心智 感激欺骗你的人 因为他增进了你的见识 感激绊倒你的人 因为他强化了你的能力 如果你能实时存着这份感恩的心 心存善念 口说善言 身做善事 你就会越变越好看 如果你能把这份感恩的心 这份善心再提升 再扩展 去关爱你周围的一切众生 那你就会像观世音菩萨一样漂亮 一样年轻 请相信 我说的绝对是真话 不瞒大家 我就非常喜欢一经八卦 也曾经运用这门学问给人家测过卦 今天这段书 我把自己的八卦碗都砸了 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 要认识命运 改造命运 不要迷信命运 整天东奔西走 去算卦 去测命 花那钱没用 因为命是无定论 更不要在乎什么风水好不好 我告诉大家 这风水也不固定 这其中的奥妙 再下回 再灵 上完书探讨了一些命运的问题 古书上有很多记载说明命是无定论 命运不固定 我们每天的所作所为都在改变着自己的命运 大善之人能讲自己的命运越变越好 大恶之人能讲自己的命运越变越坏 比如说说你是个有福之人富贵之命 可你经常作恶多端 总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时间一长 这种强烈的恶源就会使你变福为祸 比如有一些权高位重的领导 他本来是很有福报 可他不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益 不懂得善机万民来修福 偏偏贪污受贿来消耗福报 最后他转服为祸 受到法律的制裁 相反的 如果说你是个贫困潦倒的没福之人 可你经常心存善念 助人为乐 正确的看待自己 把自己的能量看淡些 用尊重的目光去注视别人 用平和投入的心态去处理自己要做的事 你就会有好的命运 好的结局 人人都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只不过是改变的幅度大小不同而已 一般来说 一个有权力的领导人 他改变命运的速度 就要比平民百姓改变速度快 因为他积善容易造孽也方便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要是有霸权强权的心理在作祟 总是发动战争 断送许多人的性命 让许多人生活在战争恐怖的氛围当中 他这就是大恶 他不会有好的结果 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能时时想着国家的繁荣富强 能为百姓的幸福着想 他就功德无量 像我们国家能为农民减免农业税 发放重粮补贴 让农民都过上好日子 这就是大善 这一见善事善及万民 那么这件善举的倡导者和决策者 一定有美好的未来 有很多人心里不服 老是疑惑 说到底有没有因果 我说有 他说能为什么作恶不得恶报 是啊 我也知道 积善之家有余庆 积恶之家有余秧 他怎么就不献钱了呢 于是我就把古书上的两句话背给他听 我说作恶得福 欺恶未熟 为善得祸 欺善未知 实际上 这因果是因缘果 它需要一定的时间 不是一直线的 这很错综 很复杂的 比如我们种稻子 三四个月 就可以成熟吃到大米 要是种苹果树呢 那好几年才能结果 民间不是流传这样一句话吗 说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日出东方 还转东归 日出日落 天到轮回 山河用有恶报 山河有报 因果不美 守儿不露 天往恢恢 恢复之言 奉劝诸位 为人出事 我把心亏 修善既得 开发之会 前途光明 生命赠毁 作恶多端 沉沦永追 战战的苍蝇 绕火水 因果报应是大自然的规律 无论你信与不信 它都存在 一个很失德的人 他眼前虽好 并不代表他总好 不信你看看 有很多人 他父 确确实实就是前半生啊 前半生是挥霍殆尽 后半生是穷困潦倒 前半生是张牙舞爪 后半生是鬼哭狼嚎 人生无常 命运无定 命运的改变呢 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心念和行为 更不要在乎什么风水 告诉大家 所谓的风水 风是空气 是来自空中的活力 水是万物生长之必须 是来自地下的活力 有了这两种活力的配合 再加上能够吸收充分阳光的地理位置 就叫做风水地理 它就等于现代人所说的生命三要素 阳光 空气和水 在风景优美的地方居住 自然会住得比较舒服 但是风水也不固定 它也会变 古书上记载 有一个风水先生 鼠天赶路 走得大汗淋漓 口渴难忍 他就到这么一户人家找水喝 这老太太给他端了一瓢凉水 那个水里竟是树叶草漠 这风水先生跟老太太说 这水不能喝 老太太说我家就这个水 风水先生心里这个气 不喝渴得难忍 喝 没法喝 没办法 他就轻轻吹一口气 喝一口 喝了半天 把这瓢凉水喝去了 喝完了 他来了精神了 老太太问说你是干啥的 风水先生说我是看风水地理的 老太太说 正好我们家想挪祖坟 想找个风水先生 可不可以求求您给看看 风水先生一看 自己报仇的机会来了 你用脏水调理我 那我就用这风水害害你 这风水先生就给老太太家 看了一处最不好的穴位 按这个风水穴来讲 这是绝后的穴 用上三年以后 那就家破人亡啊 他告诉老太太 说这个地方特别好 你只要把祖坟迁到这里 三年以后你们家能发大财 人丁兴旺 老太太信以为真 风水先生走了 三年之后风水先生打着路过 他想看看老太太家的残景 可是他到这一看傻眼了 老太太家不但没家破人亡 反而发了大财 破草房变成了大瓦房 家里还雇了佣人 风水先生纳闷啊 心说他是不是当年 我也得看那块地啊 他让老太太领他 到那墓地去查看 他这一看大吃一惊 这块地是他给看的地 但是风水地脉全都变了 当年这块是最不好的学位 现在变成了好学位 风水先生一看 问老太太 你们家做过什么大善事吗 嗨 我们这穷苦人家 哪有那能力做善事啊 还不是你给看的这块地好啊 今儿个我给他好好谢谢你 风水先生一听 心中一惊 扑通一声给老太太 陪下了 风水鲜爱上 心中惊 不由的真 悔悉生 悔悼在爱的真情病 此地不计愿事而行 我为保护恨行行 让你夹破 断刃顶 无了你家 饮得重 转胸为己 服求 老太太一听 大吃一惊啊 先生啊 咱们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害我家呀 那我问你 三年前我上你家讨水喝 你为什么用那脏水给我喝呀 嗨 先生啊 你可真是狗咬吕洞兵 不识好人心呐 我那时看你大热天满身是汗 怕你喝凉水喝极了做病不好治啊 我故意放上点树沫子 让你慢慢喝 省得你得病 风水先生一听吃了一惊啊 怪不得老太太家的风水地理能变化的这么好 老太太心真善 这么会关心人 可是自己用这风水害她一定损减阳寿 老太太留的吃饭她说啥没吃 赶紧回家给自己选快墓地 不长时间她就死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风水也不固定 她也会变她左右不了人的吉凶 这就说明做善人随居兄弟弟也转吉 做不善随居吉弟弟也转凶 大家不信看看 古代那些权宁的府邸那都是好风水 可是到她恶贯满盈的时候 她不照样家破人亡吗 你们说那是因果关系还是地有吉凶啊 要知道吉星高照良善事地理原从积德门呢 有好环境不如有个好心境 日本的科学家江本胜博士通过十年的科学实验 证明水能随着人的心态变 她能听能觉能看 人若是高兴的时候 给她感谢爱慈悲这种信息 这个水的结晶很美 人若是愤怒的时候 给她讨厌憎恶那种信息 这个水的结晶啊 丑陋不堪特别难看 大家想想水能随着人的心态变 可是我们人体内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水 所以说我们心态的善恶美丑 对健康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江本胜博士现在又以矿物质为例继续研究 多次实验都证明人的意念可以改变物质 这就是佛法上所说的 静随心转 我相信科学越来越昌明佛教的教义就越能发扬光大 近代的禅门太斗虚云老和尚 在福建古山永泉寺开三坛大戒的时候 他一登戒坛 寺院里所有的铁树全都开花了 大家说铁树开花难不难 非常难 可是老和尚的念力修行能让铁树开花 您要不信可以去看看 从那年开始到现在 永泉寺的铁树年年都开花 这叫心善敬也美呀 所以看风水要从心里看 心美敬也美 心恶敬也恶 告诉大家 命坏心恶行为不正的人 他不会找到好风水 即使是找到了也会遭到自然灾变所破坏 福人居福地福地福人居 这句话有深意您慢慢琢磨去 现在呀有人都迷信到顶点了 生小孩抛妇产还要找人看看日子 我搞周一预测的时候有那孕妇找我看日子 我告诉他 我说全世界同一时刻降生的婴儿多得很 命运都不一样 每一时刻 这世界上都在上演着一幕幕的悲欢离合 你说哪个日子好 哪个时辰兄 我说你要真想让孩子好 我告诉你 你多多读诵地藏经 他说那管啥用 我说这是胎教 为什么现在有许多的孩子不听话 不好好学习 请了一个又一个的家教教不好呢 因为他忽略了最早的家教胎教啊 等孩子养成恶习之后 你再去改变他那就不容易了 有很多有地位的男人称自己的夫人为太太 这太太这个词可是大有来头啊 那是周朝开国说三位很了不起的妇女 周文王的祖母太江 周文王的母亲太任 周文王的夫人太四 这三位都是圣人之母 一家祖孙三代出了好几位大圣人 这是母亲教的 史书上记载周文王的母亲太任怀周文王的时候 他能做到目不适恶色 眼睛不看不好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这会影响胎儿 耳不听吟声 就是吟荡不善的声音 他连听都不听 口不出傲言和恶言 这足以证明他是以心平气和孕育胎儿啊 就像容金筑气 模型要好 气绝不会不好 所以胎儿生出来就是周文王啊 周文王是圣人 这是母亲教的 婴儿有了良好的胎教 出生之后你再给他良好的教养 从小就给他扎下伦理道德的根 他一生都不容易学坏 所以说母亲这个职业是一个专业性很强 要求很高的职业 因为家国天下未来的一大半都系在母亲的手上 母教是天下太平之源呢 很可惜啊 现在有许多年轻的母亲不注重自身德行的修养 不经过专业培训就上岗 所以他孕育出来的孩子不听话德行差 他自己还不知道害怕呢 整天逼着孩子学这学那 岂不知一个没有德行的孩子 他学的本事越大将来危害社会就越厉害 从古到今那些大奸大恶之人 那都是有好天资大作用的人 因为有才无德竟成了毒品 我为什么告诉这些孕妇读地藏经呢 因为现在啊有一些人的孝道观念薄弱了 一个对父母都不感恩不知道孝顺的人 他会对别人好吗 一个自私自利不懂得敬人爱人的人 别人会敬他爱他吗 那他有幸福可言吗 地藏经是一部娇孝的经典 地藏王菩萨的孝心感天动地气鬼神 只要一个人的心是红的血是热的 他读到这部经的时候 就会被地藏王菩萨的大孝心所感动 被他那种大慈悲心所感染 地狱不空 世不成佛 众生度尽方正菩提那种悲心宏愿 会让人感激涕灵 你就情不自禁地会以地藏王菩萨为榜样 好好的孝敬自己的父母公婆 关爱你周围的一切人 你这份善念一起孝心一开 你这个纯正纯善的心态就会影响到你的胎儿 因为母子连心呢 你这样善良的心地上一定会长出美丽的秧苗 所以你的胎儿就会相貌端正 心地慈善天资聪明懂得孝道 能够谦虚卑下尊敬别人 剧足这几点他一定招人喜欢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人是一个社会动物 绝不能脱离社会人群独立生活下去 人活在世上 需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帮助啊 所以人和非常重要 能够谦虚卑下 能够尊敬别人 这是古今中外所有成功者的先决条件 人能谦虚卑下 能够性情柔和 他就不会招灾惹祸 大家都知道 人多大碎数 舌头都不坏 可是年纪轻轻 牙齿就掉了 为什么 牙齿坚硬 舌头柔软呢 狂妄自大 脾气暴躁的人 最容易吃亏 他成就不了大事 那不识字的孕妇啊 我就告诉他念观音圣号 因为只要他念观音圣号 他就会想到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就会心存正念 心存善念 就会使胎儿秉此 纯善的正气 将来也一定非凡呢 我告诉大家 命运的好坏 不是风水决定的 也不是日子吉凶决定的 都是由自己的善恶业 自己的心念行为决定的 那如何改造自己的人生呢 下回书 我向大家介绍一位 改造命运的英雄 希望大家下回再听 人常说命中注定 为了这个命中注定啊 我都说了两回书了 相信大家会知道 真正操纵命运的主宰是自己 我们每个人 都是自己命运的建筑师 希望将来怎么样 现在就可以去设计去营造 行为的善恶是决定我们未来苦乐生产的因素 是我们切身攸关的大事 要对自己负责 珍惜自己的前途啊 希望大家不要信命算命 要改命造命 设计自己最理想的人生 一经这部书大家都知道吧 那是我们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经典 一部哲学书 里面有甚深的哲理 内容有六十四卦 每卦有六摇 共计是三百八十四摇 从这些摇向的阴阳深刻变化当中 能够知道过去未来的一切事项 小而个人大致国家乃至世界的变化 都可以从这里面推演出来 可以说 它确实具有独特超前的反应功能和超前预测的能力 它是我们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结晶 我们的祖先发明八卦 公盖日月 秦始皇之意为宝而不焚 也是可歌可颂的 但是他所能推断的都是自然的因果律 都是常数也就是定数 像惠能所说的超越数量 他就没办法推断了 也就说他能推断出常数不能推断出变数 人的心境一念善就是加一念恶就是减 天天都有加减乘除啊 如果不想做善事也不想做恶事 那加减乘除的幅度不大 与常数没有太大的变化 始终能保持一个常数 那他的命运还是相当准的 如果变化大了就超越了 因为超越了常数 他就不会被命运所控制 那他的命运就不准了 如果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 掌握这个变数 就可以循着自己的理想愿望 去改造自己的命运 设计自己最理想的人生 这就是贤达之人能安命 古百叶打 带动齐弦 哈善 哈善行 听我吧 安命秘诀 表一番 要想命好 误识无仙 多作善事没造恶迁 存好心做好事 олькоом 凉灾免患 说好话做好人 多结善缘 用不着冬秋又稀算 主宰命运势自己掌权 神何不能把因果编 算命都不能为你罢福天 说可解说消灾多数行天 没有人能把因果给推翻 想想看若有人能帮别人增幅解灾欢 他何不帮助自己发达做高官 名字极凶直说更是扯淡 他与人生活福毫不相干 天底下同名同姓 千千万个命运好坏不一般 所以说这名字跟吉凶没有关 现如今有人迷信到底点 电话号也跟吉凶来串联 出门还要把这吉凶日子看 说什么这吉日顺利凶日照过端 世界上悲欢离合的一步步实实在上哑含 每一刻都有人流泪有人笑开眼 有人享福有人遭为难 这日子忌讳也是一个无稽之谈 要知道命运随着信念行为变 不懂英国舌本 主罗是可怜 诸位 这段书全是我的肺腑之言 实实在在的心里话 一点都没参加 您要不信 那我也没办法 人的确有运势 路都有运势 有时候高坡 有时候低坡 高坡的时候 要努力做事 施展才华 低坡的时候 要小心谨慎 好好学习 充实自己 走低坡的时候 不要胡联系 什么名字不好了 电话号码不急了 这些全是无稽之谈 名字只是一种名称文化 听着好听 有文化品位 那就是好名字 它左右不了人的吉凶 电话号码 以顺而好计为家 吉凶祸福 跟他一点挂不上茶 有不幸的时候 更不要相信 什么大师大仙 能给你趋吉避凶 能给你消灾解祸 他们最多 给你一些心灵的安慰 绝不会替你消除 你应有的灾祸 也不会帮你得到 你不该得的福报 世上没有任何人 能够改变因果 如果谁能帮别人 改变因果 给人家增福解祸 那他何不帮助自己升官发财 大家必须记住 如果有不顺 想要摆脱窘境 就要面对现实 勇于承担 不要逃避 当事情落到你身上的时候 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 你都要承受它 关键是在承受当中 你如何把握你的信念 这是最重要的 能不能通过身处其中 在这件事情的发心当中 改变你的未来 这才是改造命运的开始 不要相信那些神神叨叨的人 给你破 告诉大家 破全是假的 骗人的 重瓜得瓜 重斗得斗 积善成名 积恶灭身 自己造的业因 只有自己来承担 没有其他任何人能代替得了 也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转变它 人必须要依凭自己的努力 来克服所有的困难和问题 而不是透过驻天 鬼神 星宿和算命的为媒介 大家必须知道 唯有人才是现实生命的创造者 和自己命运的设计者 命运主要是取决于个人的信念和行为 如果从根本上改善我们的信念和行为 那命运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如果大家想走出被命所运的阴霾 成为一个勇敢改造命运的人 我向大家推荐一本书 一本改造命运的宝典 叫《了凡四讯》 是明朝袁了凡先生写给他儿子的四篇文章 袁了凡曾经被当时最著名的医学家算中了命运 二十年来始终没有跳出命运的定数 都是沿着医学家所说的轨迹走过来的 后来他得益佛门高僧的指点 竟然改造命运突破了命运 转无福为有福 转无子为有子 转短寿为长寿 为了勉励儿孙们奋发向上 他把自己改造命运的心得和经验 写成了四篇文章 那上面把改造命运的方法介绍得非常详细 这原本是袁了凡先生警惕儿子的四篇文章 后来竟流传于世成了改造命运的宝典了 凡是读到这部书的人都赞叹不已 所以我才向大家推荐这本书 叫了凡四讯 如今呢 这本书已被拍成了电视剧和电影 您要是有幸能观看 您的福报一定很大 您就会掌握自己的命运 改造自己的命运 不用东求西算了 因为你将成为自己命运最好的预测师 单说为句 听了会能的开示 疑团对消 大师的良言倦语解除下官的疑惑 下官深目佛法怎奈身居宫门 俗悟缠身 真想顿入空门来参悟大法 唯使君 感悟佛法并非只在佛门 道无处不在 无处不有 你身居官位 能做个清廉之官 便得清静之敬意 唉 大师啊 人在官场身不由己 有的时候并不是想做清官就能做得了的 唯使君 其实唯关于做人是同样的道理 心底无私便天地宽 无所求便无所谓 不为私利所累方能执行清廉 当然官当大了 除了要管好百姓 还要管好手下的大小官员 才能真正保一方兴旺平安 要知道 利不为你言而为你连 民不服你威而服你公 公则民不敢慢 连则利不敢欺 公生名连生威 当官不要把手中的职位 看作权柄 看作实惠 要能超脱在官外 才能轻轻松松 坦坦然然做个潇洒官 违据一听 深深感慨其中的人生哲理 大师词语 真乃为官之真言 使下官获益匪浅 下官还有一事不明 其大师子弥 禅宗让人见性成佛 而净土宗让人念佛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到底哪种方法正确 这违据啊 看来他佛学基础挺深 不然他问不出 这么有水平的问题 他这问题问得好 会能解答的也妙啊 为士君 其实禅境不二 禅境是一如的 由于每个人的根基智慧 均不相同 所以佛说的法也就不一样 有的从事上理上来讲 有的从音上果上来谈 所以佛说一切法 皆是方便说 应激说 实际上 念佛就是念自心 西方极乐世界 原本不离当前这念心 禅宗讲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净土宗讲花开见佛 勿无声 这两句话的意义 完全是一样的 开悟明心见性 就是见佛 而净土宗是用念佛的方法 把心注在一句佛号上 以一念至万念 以此达到一心不乱 气物无声 就是见佛 所以禅静本来就是一体 不过净土宗多半从事上说果上说 而禅宗则完全从音上说 理上说 虽说不一 却殊途同归 无论禅也好 敬也罢 如果能本着这个道理 从心上去努力用功 使污染的心变成清净的心 使相对的心达到绝对的心 使迷失的心变成绝无的心 这便是真正净土 会能他开始得真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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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时一听毛色动开 有道不高僧 这是要走畅外 Pedro 人人听爱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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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 惠惎他激动得泪挂塞爱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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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提投地马跪喀爱爱爱爱爱来爱 后头不移表心怀爱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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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师的学德 看心来 并请他红发 韶州来 微距佩服惠能大师 学德俱优 可胜任教化众生的神圣使命 他就以官府的名义 邀请惠能 到韶州城大凡寺 为大众说法 以醒群迷 数日后 韦次使带着数十名官僚 到保林寺 迎请六祖法家 到韶州城去说法 惠能就应邀 到韶州城大凡寺 为大众开源说法 听法者 有次使官僚 儒宗学士 僧尼居士等三千多人 惠能这次所说的法 就是六祖谈经里面的主要部分 都是大成圆顿之言 他是把佛法消化后 从自性上表露出来的 所以他所说的法 被门人弟子记载成书 称为六祖谈经 要知道 我们把佛所说的法 也就是佛的言教 才遵奉为经 而惠能一生说法的言语 也被奉为经 这是中国和尚所说 唯一被奉为经的 伟大佛学著作 由此可见 惠能的思想言行和所说的法 是何等的宝贵 他的六祖谈经 的确是佛学归宝 中国文化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他是整个佛法的纲要 也是六祖惠能大师 修学的心得报告 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 直接了当地指出了 众生的本心本体 本来是佛 他言简一封 理明事辈 具足诸佛无量法门 无量妙义 发挥诸佛无量妙礼 天机利者得其身 天机顿者得其浅 因此 一些海内外缠门林凤 隐义宗师都说 遇见本来真面目 挑灯中叶读谈经 古代的学者柳宗元 王维刘雨昕等都推崇六祖 为他赚碑名 近代的钱穆博士也认为 谈经是探索中国文化必读的典籍之一 由此可见 慧能大师在中国文化史和佛教界的贡献 那是不可忽视的 遗憾的是 本人才疏学浅 没有智慧 只讲些慧能的身世 得法的由来和登坛说法的经过 这只能算是慧能的生平 谈经的主要部分和慧能说法的精髓 我并没有设计 但是我衷心的希望 有志之士能细读谈经 获得无穷的法义 古德说 送六祖谈经百遍 虽不误亦得受用 您要能把六祖谈经读上一百遍 纵然不开悟 也能得到大受用 也能在日常生活当中过得洒洒脱脱 你们要得到利益 可千万别忘我呀 单说这一日 慧能正在曹西宝林寺生作说法 守门的沙迷慌慌张张 跑进法堂 启禀祖师 门外有钦差 启无见 打起骨板放开喉咙 书街上会再续下情 会能踏草西红花群迷行 真可谓高书发传 大臣总传 满了国的 满了国的官民百姓把他冲击 一时间得音愿得传颂美名 这一日会能正在说法多重 忽然有守门沙迷来报集结 愿说是 愿说是朝廷钦差门外厚荡 会能他当即率众 出门向阳 书中暗表 当年碧离东山的神秀大师 在荆州当阳山苦修参悟数年 终于有成 为不负无祖的教会之恩 他住持当阳山玉泉寺大师洪化 大开禅法 也享有圣誉 四面八方的求法问道者不计其数 因为慧能之禅行于岭之难 故称南宗 神秀之禅盛行何之北 故称北宗 北宗见货如来禅之宗迹 南宗顿得祖师禅之神随 所以人称南能北宗 南顿北剑 其实法本一宗一种 只是人有南北 根有利顿 物证 有尺素而已 神秀大师在北方弘法 享有圣誉 影响极大 但他没有功高我慢之心 一直很敬重慧能 恨自己身居遥远的北方 无法亲近慧能 就派屠众到曹西去听法 由此可见 神秀态度的光明修养的纯粹 心量的广大 实为后人所难及 因为神秀比慧能出来弘法的时间早 慧能还在猎人队里避难的时候 神秀就已在当阳山玉泉寺 大师弘化 名声大振了 女皇武则天非常崇信佛教 文妻贤明道玉 就下旨把神秀照付京都 神秀入京的时候 受到朝廷隆重的接待 武则天不计君臣之别 亲自跪礼迎接 取万成之尊而起手 我想武则天当皇帝之后 唯一跪拜的人就是神秀了 除了神秀之外 他恐怕没给任何人磕过头 这也是神秀的殊荣啊 武则天设内道场 让神秀在皇宫内讲法 遵他为国师 不光武则天经常向神秀求法问道 就是朝中的大臣们 也都执弟子李向神秀请问法药 此时的神秀早已苦误见性 他向前来求法的大臣们开示说 一切佛法自心本有 将心外求舍父逃走 由此可见 神秀已绝非当年那种实实擒浮式 务实惹尘哀的挚爱 已与惠能相去不远了 但他为了弘扬禅宗正道 极力向武则天举荐惠能 说惠能得武祖大师依法侵传 建政比自己高深殊胜 智慧比自己大 希望武则天下诏迎请惠能入京 与他一同弘法 诸位 说到这里 我产生许多的感慨 当年武祖大师要传一副法 选拔第六代祖师的时候 神秀是大家公认的 最有资格继承依法的人 用现在的话说 他是最佳的候选人 他当时写了一首诗 说身世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擒浮世 勿时惹尘埃 此诗虽未悟透祖师顿门大意 但境界也已经相当不错 倘若没有竞争机制 这第六代祖师非神秀莫属了 恰巧当时在寺院里打砸充迷的惠能 对此诗不以为然 也做了一首诗 说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这首诗的大悟境界 竟得到了武祖大师的赏识 武祖大师竟将依法密授于惠能 让惠能做第六代祖师 书生学者出身的神秀 又是全寺僧人的教授师 武祖没传的依法 却传给一个做苦工的俗人 砍柴乔夫卢惠能 这巨大的反差 谁能接受 全寺的僧人都不服 可是神秀却没觉得委屈 他不仅没有生出寄生于何生亮 这种怨天尤人的情绪 反而更加激发他十年苦修于当阳山 认识到自身的部族 他终于苦悟见性了 最最难能可贵的是 以神秀现在的身份和声望 完全可以和惠能抗衡 和惠能平分秋色 可他一切都为众生着想 不为自己着想 他以法为重 以道为尊 明文立养 不戒于怀 这正是一个出家人的本色 一个真正得道的解脱者 一定是虚怀弱骨 不会执着于世间的一切名分和私利 他为了弘扬禅宗政法 向皇上举荐慧能 说慧能比自己智慧大 不顾自己的名誉 这种博大无私的胸襟哑亮 谁能做到 多值得我们现在人仰慕效法 好好学习 无则天被感动得泪水滴 无则天被感动得泪水滴 截不住扬天长盘把话提 说了生意 说了生意 大事实在了过气 这种博大事实在了解脱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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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泪常叹 贤者蟬事 巨贤不必愁戏 称能不计自明 沙门达者 帅洁如是 誓如相倾 岂不愧煞 武则天从此 对神秀是更加的敬重 并下诏在当阳山 建之渡门寺 以表彰神秀的道德 书中按表 神秀后来被誉为两经法主 三帝门师 两经至西京长安 东都洛阳 两经说法的法主 三位皇帝的老师 这三位皇帝是武则天 中宗和瑞宗 这一称号 足见神秀在佛教界的权势和地位 当时的王公大臣 和京都学者庶民 没有不忘臣拜扶的 神秀活到了一百多岁 高寿而终 入藏的时候 皇帝亲自为他送藏到洛阳五桥 并下诏在松阳的釜山顶 为他建造十三级浮屠 神秀能获此殊荣 享受到如此的待遇 亦是意料之中 因为他的德行太好了 也只有这样的胸襟哑量 才能有这样的成就 才配享受这样的福报 这叫量大福也大 三国时期的周瑜 如果能有神秀一半的心量 他也不会落得那么可悲的下场 周瑜才华横溢 年轻有为 他本来可以在事业上取得一番成就 可他偏偏染上嫉妒病 狂妄自大 量小气短 以致遗恨千古 遗笑后人 嫉妒别人的才能 绝不能减少自己的无知 在别人的成绩面前 与其临冤陷于 不如退而结往 真正拿出点自己的东西来 无论在史册上 还是现实生活中 品德高尚的人 有报复 有成就的人 是绝不会嫉妒别人的 他们看到别人超过自己 不但不嫉妒不贬低 反而还更加的赞赏他 扶植他 欢迎他 并下他学习 因为在他们看来 人各有所长 也各有所短 以人之长 不己之短 才能使自己学识日进的 因为慧能在南方弘法 明贯南国 武则天久仰其智慧 再加上现在有 神秀大师的推荐 武则天就一心八伙 要把这位禅门祖师 请到宫中给他说法 万岁通天元年 武则天派遣中书舍人 吴存颖 持照到曹西迎请慧能 入宫当国师 国师那地位可高 那是皇帝和全国民众的老师 神秀大师道德高尚 慧能大师也是学得俱忧 因为他知道 神秀已经事业有成 弘法北方 深受国民的尊敬 自己就不能再去了 所以他当即辞绝 吴大人 请述慧能难以从命 现下北方已有神秀大师和慧安大师在弘法 我就不必去了 先师吴祖说 我与南方有缘 所以我要谨遵先师遗训 弘法南方 广度南方有情 诸位 被帝王召见 那是何等的荣耀啊 要是一般的世间人 没有这机会 都得千方百计的创造这个机会 可慧能呢 有了机会 却辞却不救 他这叫现身说法 做出了一个出家人 远离名文立养 谨守出家人本分的好榜样 这是身教啊 吴存颖当即 被慧能的品行深深的感动 大师能遵先师遗言 二行佛事 不改初衷 实令举世亲养 但身为国师 不是更能弘法度众 有意佛教吗 大人有所不知 这要因缘和合才行 有所为而为 便成了落俗的王想了 那 大师 您不奉诏入京 就不怕圣上降罪吗 不怕 圣上既派人来请 就说明 他是个有心之人 道由心悟 非语言所能表全 岂不知 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吗 下官愚痴 还请祖师指点 指点只是给你方向而已 路应靠你自己去走 修佛见性的道理 并非一问一答之间 就可以严明 我只能告诉你心法的要旨 如果对一切善恶都不去思量 见物非物 屈屋竹袖 自然会误入清静之地 长明长吉 妙用无量 竭力堪破本心 实自本性 当下吉佛 多谢祖师开示 但不知本官回宫后 如何向圣上 如何向圣上交代 你转告圣上 说法的人 没有什么可说的 听法的人 也没有听到什么 正如金刚经中所言 说法者 无法可说 只有他自己体会 才能明了 那圣上能明白您的意思吗 圣上能明白 我就不必去了 若是不明白 我去也无意 诸位 慧能大师的回答太好了 这明心见性 就是自我开发 自我的心性本体 使之心性本体 突然显现 不是言说可道的 不是别人能帮的 否则的话 五祖 怎么能把依法 不传神秀 而传给一个 一天也没教过的 俗家人 卢慧能 就是因为 别人帮不了忙 如果能帮 那五祖大师 一定会帮神秀 他不会帮慧能的 要知道 禅宗顿悟法门 就是靠自己 自修自悟自证 别人是没办法帮忙的 到了这个地步的人 自然明白 未到这个地步的人 说也没有用 正所谓 高山流水 一曲琴 博雅子妻 士之音 有声谈道 无声处 便见悠然 太古心 会能这样回绝 也是在暗示 武则天 道由心悟 非语言 所能满足啊 吴存仰回宫后 把此情奏之武则天 那武则天 是何等人也啊 一听 当时就火了 哼 好个不是台举的和尚 竟敢聚诏不来 目无圣上 朕要拿他入京 问罪 话说大唐女皇武则天 一心要把慧能请的皇宫当国师 被慧能拒绝了 武则天立时大怒 哼 好个不是台举的和尚 竟敢聚诏不来 朕要拿他入京问罪 武则天说完突然仰天大笑 武则天突然仰天笑声出 转怒为喜吧 无存仰呼 叫一声无爱情 别怕辛苦 你带朕曹西 再走一途 替朕再去吧 大师回府 感谢大师为我执迷途 他不来即来 朕已领悟 无法即法 玄机已透出 大师他不归为 禅宗六祖 朕乃是有道高僧 令朕敬服 武则天常得神秀得业的感召 也有些人生智慧 言说之下突然醒悟 其中真意 不由转怒为喜 吴爱卿 你带朕速去曹西 谢过禅师 就说他不来即来 无法即法 朕受教了 武则天说完 提起玉笔 亲自书写一道圣旨 诗以道气无为 德光先生 入大城之遁教 表无相之真宗 继耳明镇十方 声誉四海 万机无脑 八十俱安 功超解脱之门 心证菩提之序 朕已身居即位 世纪凡间 空披顶带之城 驻向啼湖之位 恨不能驱陪下位 策奉灵音 倾求出离之源 高步妙峰之顶 诗以弘扬之内 大忌群生 横舟集于苦海之中 纠沉溺于爱河之案 金浅中书舍人 吴存颖 专持水晶波鱼一副 磨纳袈沙一条 花断袜一双 白沾两端 香茶五壶 钱三百贯 钱见物威 少生供养 以表镇之京城 仍为韶州 解家宣慰 安续僧徒 勿使轩凡似语 万岁通天元年赤 武则天能下这样的圣旨 赐这么多的东西 实在是不容易 这也是慧能大师德行的感召啊 这叫有道人人亲 有德处处尊啊 这道圣旨 现在还在广东南华寺 也就是当年的曹西宝林寺里保存着 武则天常得神秀的指点 现在又得慧能大师的开示 后来呀 也修持的不错 有些智慧 佛经前边有一首开经记 那就是武则天做的 说吴上甚深 微妙法 百千万劫 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池 愿劫如来 真实意 吴存颖 当即领旨 携遇刺之物 再度前往曹西 拜谢六祖慧能 神龙元年 中月十五 武则天和中宗皇帝又下旨 遣内侍薛俭 迟赵到曹西迎请慧能入宫 慧能以老病确知 没有应照 薛俭回宫后 将慧能所开示的言语 表奏皇上 中宗皇帝 蒙获法义 龙心大悦 觉得自己能得到慧能的开示 实在是积善有余 往事种下了不少的善根 今日才有如此的福分 他激动之急写下圣旨 我朝中人蒙大师德化 一心向善者慎重 这令朕十分的欣慰 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吉义不临 兵格不兴 这一切的福分 全赖大师所赐 同年九月 中宗皇帝又下旨讲于慧能 并赐慧能新州旧居为国恩寺 以经欺德 以表欺功 薛俭持照迎请慧能这件事 谈经上有记载 我就不细说了 其实慧能不奉赐入京 除了尊重神秀 想成就神秀的道业外 也是想远离明文立仰 更好地弘扬禅宗正法 要讲真正弘法 要在一个地方如如不动才行啊 这样可以方便学上学法 一提到某个法门 人们马上就想到某个地方 如果你今天到这儿 明天到那儿 没个固定地方 人家学法都没法学 纵然他个人成就了 可是权威的学府就没有了 唐代大师人王维 为慧能撰写的悲鸣中 用了紫毛之心 感望奉雀 远功之足 不过虎兮两句话 也是两个典故 形容慧能不奉诏入京的德操 赞美慧能 身居佛门 不忘朝廷 谨尊吴祖的遗训 弘法南方 不改初衷之美德 不越雷池一步的向道精神 慧能为不负吴祖的重托 大力弘扬禅宗心法 几十年来 一直驻曹西宝林寺 如如不动 不但他个人成就了 他的这个道场也成就了 识人都称他为曹西大师 这是人们对他恭敬至极 采用他住的地名来称呼他 他这道场可是最高等的第一权威的学府 他的教学法也是最高等最究竟了异的教学法 在他这毕业的学生 在禅宗修正上文凭也是全国第一的 慧能在曹西高树法床 大镇宗峰 德音远波 声誉四海 门人云集 经他指点的误道超凡者 不计七数 光司法弟子就有 清缘行司 南越怀让 勇家玄爵 合则神会 韶州伐海等 四十三人 这可跟以往的代代一脉 单传大不一样了 他一个人就交出这么多的继承人 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禅宗弟子 成就多大 真可谓是逃离满天下 这些弟子当中 有许多人明心见性的故事都非常感人 《谈经》当中有记载 大家自己看一看 可以说 会能在曹西创下了洪传佛法的奇迹 为中国禅宗思想的发展壮大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的这些传法弟子 各自洪化一方 传播全国各地 后来形成河北林纪 湖南围养 江西曹洞 广东云门 南京法岩等五宗 也是最富有特色的五家禅 就是所谓的一花五叶 这五宗传法各有特点 他们的言传中都孕育着无比的智慧和疾风 为我们留下许多精彩分成的禅宗经典故事 会能在东山得法的时候 五祖大师就告诉他 一波只传到他为止 不要往下再传了 免得为民为利者 只注重一波祖位 忽视心法 再造成流血事件 我想 会能当时要是有神秀大师那样的地位 五祖就只能传他心法 不会传他一波了 可会能是俗人 又没随五祖学法 要是没有这一波做凭证 他日后就很难取信于人 那就难以弘法度众生 如今人们的信心已熟 会能便秉承五祖大师的遗训 不再往下传一波 而只传他的无上法宝 六祖谈经 用来兴隆佛法 普利众生 从此后 禅学日盛 才智之事往往出乎期间 自古诗情半个禅 以禅为师 以师为禅 无可无不可以 诗为禅客 天花锦 禅是诗家 缺玉刀 骚人莫客 通过参禅体验 在他们诗词中 表达禅礼和禅趣 禅僧也通过与文人惆怅 述说他们对宇宙人生的理解 像王维 孟浩然 柳宗元 白菊一等许多诗人的作品 都表现出受禅 熏陶的痕迹 许多诗歌 也都抒发一种 无欲填淡 清静悠闲的感情 也描绘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意境 这种意境 只有通过禅的体验 才能加以表现 也只有在人与大自然的水辱交融中 才能获得 由此可见 慧能大师在中国禅宗史与文化史上的贡献不可忽视 可以说他在中国禅宗史和文化史上都谱写了生动的一页 建立了不朽的历史攻击 法眼宗远传于泰国朝鲜 曹栋林纪盛行于日本 云门及林纪更远拨于欧美 可谓法流四海而不惜 所以慧能大师弘扬禅法的发源地 曹西宝林寺 至今山门上还刻着那几幅具有特殊意义的对联 山门外边是 宝林道场 乘东山法门 一波真传 刘胜指 黄梅新印 受南方乔子 风帆飞动 谢玄机 曹西境遇 法汝源流 天下禅风 从此拨 宝林道场 雌云弥补 各种消息 自息来 山门的里边是 宝林道场 制药三藏 刘胜记 曹西圣帝 慧能六祖 产禅宗 中国禅宗 经黄梅西洋 见及欧非北美 曹西法寺 由清元南越 遍传 寒越东迎 慧能一生自强不惜 厚德载悟 他二十四岁 文经悟道 三十九岁 辟度落发 说法 历生三十七年 七十六岁 在他的故居国恩寺 静坐 圆寂 这叫菩提 无数 夜落归根 他把自己的一生 毫不保留的 献给 红法事业 献给了 云云众生 当时 不光社会各界的 学法信众 悲痛已及 就连无情的草木 也对大师的离世 表示出悲情 慧能不仅以佛法之弘扬 净化人心 避疫社会 更以其特有的智慧 容东西思想于一炉 开创了中国化的禅宗 祖师禅 建立了不朽的历史攻击 慧能禅宗 与传统意义上的禅宗 以及南北朝各家禅学 有着原则的区别 它是中国人 以自己的思想方式 和生活方式建立起来的 因有慧能大师的话事 急至一花五叶之后 禅宗就在中国 大大的发扬光大 他和老子 庄子 孔子 孟子 都是同一流的伟人 堪于他们笔尖 唯使慧能大师精神不朽 让人们见弦思奇 所以慧能大师的真身 至今仍在广东曲江南华寺 也就是当年的曹西宝林寺的六祖殿上 供奉着 历来有许多国内外的知名人士 去瞻仰朝拜 这位佛门高僧的真身仪容 表达心中无尽的缅怀和敬意 有的为他转杯名 也有的为他作相赞 说如是我闻 新火城 契机米熟 筛诗经 三更寿波 无人绝 一记民心 万事经 南海有缘 城祖道 东山普渡 史阳城 十方奇迹 持天下 独要曹西 揽进京 这位禅宗巨将 一代英才 六祖惠能大师 红尘洒干露 青史流诗篇 将是后代 永远尊崇 与怀念 我怀念 寒寒暖暖 渡春秋 朝朝暮暮 怨已久 寒寒寒 寒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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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久 寒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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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苦偏天在心頭 不得千萬仍擁有 千仙高方不難丟 賢者為也勇無修 著書演唱來傳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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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說至此此心事如潮 说不完惠能那争争的人生路 唱不尽他英英的佛子心 只得战战兢兢的用四句话来结束此书 高僧惠能 扬禅宗 杜众济世 论渔盟 真知灼见 令人尽 功垂千古 刘美明 观众朋友们 六组惠能一书到此全部播讲完了 在此我非常感谢成就此书录制的所有同仁 我呢也很幸运从农村的乡间小路走上了电视大屏幕 播讲了这部由我自己撰写的长篇古书 本人自知才疏学浅 对佛法领悟不够 但是我衷心的希望观众朋友们 能从中悟出人生真谛 学习做人的道理 努力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准 从生活与实践出发 多牺牲一点小我 多献出一片爱心 为建设一个温暖和谐繁荣昌盛的大家庭 献出一份光和热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